首先學解盤它需要一個整個的結構跟邏輯性 我們上課時間就跟大家講說說 你在這個結構邏輯之下 你該一步一步的怎麼去推演出來那個結果 裡面有六個故事 這都是我實際的案例 每個故事都會告訴你說 他有某些人生的困點 那我們透過命理 我們怎麼去幫他 逐步逐步拆解他的問題 去解決這個事情 好大家好 那個我的新書 感謝大家的支持 新書呢 上架三天 因為有開放預購 所以 上架三天呢 我就是排行榜第一名了 然後 不管在那個 博克萊或在MOMO 我應該都上了排行榜第一名 大概 兩週的時間我們就再刷了 大家的支持讓我可以 一路一直寫下去這樣子 然後也讓出版社很開心 我後面相關 這本書其實上次我想了很久很久要寫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希望知道說 我到底是怎麼接盤的 然後有很多網友會敲碗說 我可不可以拍解盤的影片 但是呢 我多年來 一直都很少拍解盤的影片 原因就是因為啊 實際上我自己一直認為說啊 如果我們單純只是看 老師怎麼解 譬如說這個人 那個 八年前離婚 所以他 八年前是上個大線 上個大線的那個 他的副官怎麼樣 然後那個有殺進來 然後 從什麼工位化劑進來 這樣子 我覺得 這樣子的論點 都會 把 命理啊 變得很侷限在 你在背那個公式 反正你就看一堆影片 然後 老師跟你講說 那個 大紫化劑到大觀 大觀偷大夫 然後 底下本命什麼 這樣子 大家會 淪落在那種 把這東西想要整理出來 一個條文 這個實際上啊 我一直都覺得這並不是命理是該要做的事情 第一首先 學解盤啊 他需要一個整個的 結構跟邏輯性 我們上課時間就跟大家講說說 你在這個結構邏輯之下 你該一步一步的怎麼去推演出來那個結果 視頻上面其實很難去做到這樣的東西 大家會聽到說我們很認真去跟大家聊 新藥特質啊等等的 而是因為 新藥特質跟一些 解盤的觀念 其實會比 我去秀說 那個 這個人 什麼時候離婚 是因為 因為怎麼樣 怎麼樣 這種 很條例式的方式 會更管用 但是呢 大家就會希望看說 我們到底 實際在算命的時候 我們怎麼幫 大家解決問題 這 因此呢 我想了很久 我覺得他應該訴諸於文字 因為透過文字 你可以知道 這個人他的背景故事 文字呢 不像語言 語言可很口語化 文字必須要 很嚴謹 很有條理的 很有結構性的 去解釋給你看 就很認真就寫這張本書 我裡面有六個故事 這都是我實際的案例 不過呢 這個實際案例裡面呢 因為要保護當事人 所以說我們會 做了一些更動 但學理上是 對的 每個故事都會告訴你說 他有某些人生的困點 那我們透過命理 我們怎麼去幫他 逐步逐步拆解他的問題 去解決這個事情 並且他附上圖表 附上圖表 會很清楚的跟你講說 那個 他因為是怎麼樣 附上圖表 這樣子 那透過故事呢 我們也會比較容易理解說 這個人他真的要的是什麼 譬如說 那個故事裡面有人 他 很年輕 他就幫父親背債了 現實的情況是 他很愛他爸爸 他沒有辦法 不去幫爸爸 背這個債 可是他才20歲 他背了這個幾千萬萬的債 他人生就毀掉了 他到底該怎麼辦 你該要如何去解決這個事情 命盤上面呢 顯然的在那個當下 他的盤的跡象 一定是各種的不好 那一個20歲的女生 就算是 突然給了他一個 三級家會 他也不見得就會賺得到大千 有很多錢可以賺 在命盤上面一定呈現出 很艱困的狀態 那到底該怎麼去 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是不是有辦法同時 讓他的父親呢 這個問題解決掉之後 他父親不會再 再把債務丟給他了 這是 其中一個故事的 一部分 大家可以透過文字 慢慢去品味 這中間的 問題跟狀況 當你面對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該要怎麼處理 說當有個故事是 有人呢 不斷的一直結婚離婚 結婚離婚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他結婚離婚四次 他還是想要結婚 很多人通常離婚 他就不會再想要結婚了 這個案例 是個女生 他也不缺錢 非常非常有錢的富貨 可是他還是想要結婚 原因為什麼 到底在哪裡 怎麼去解決這個事情 或者是說 有人呢 他不斷的跟 前男友一直糾纏 那他實際上 他也想要擺脫前男友 他希望一段好的婚姻 可是 他求神問佛 想盡各種的方法 都沒辦法結婚 但在書裡面 會告訴你說 透過指揮者說 就可以理解 他心裡所想要的 問題在哪裡 一句話就把這事情 解決掉了 我們希望用一個 這樣子很豐富的故事 搭配 我正式解盤的手法 跟大家分享 我解盤的邏輯 在什麼地方 解盤的觀念 在什麼地方 從什麼角度切入 我們最大的問題 都是在於說 我們看到問題了 我們知道很麻煩 可是我沒有辦法 真的去 面對 例如 我也知道說 我要兼肺 我身體才會健康 可是我就是沒有辦法去面對 我要那麼累的 去健身方做運動 該怎麼辦呢 實際上 命盤都會告訴你 你不要來問我說 那我如果這麼會的話 幹嘛不解決自己的體重 抖數 其實做得到 但是呢 這對我來講 並不到 直接的一個 很有殺傷力的事情 大概就我面 面臨生死關頭的時候 我才會面對這件事情 OK 總之啊 這本書呢 我們試著用 短篇故事的這種方式 然後來跟大家分析 這個命盤 而不是 單純從命盤去講學歷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人 他來算命 他背後的背景是什麼 故事是什麼 然後 我們在背景故事裡面 那個命盤在解釋的時候 或是命在幫人家解釋的時候 他不該是這麼冷冰冰的 他應該知道 對方他到底要的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陳圖剛剛所講的 那個二歲女生 即使他能夠 不理他爸爸 讓他爸去死好了 那難道他不要這個父親了嗎 正常很多人都做不到 其實他狠心做這個事情 他還是希望跟父親的 關係不要斷裂 我們怎麼樣在命盤上 找到那個解套的方法 從他自己的個性 他父親的個性 以及 他接下來的運勢 要怎麼操作這個事情 都會寫在這本書裡面 讓你知道說 怎麼樣看命盤 真正可以解決問題 你